加州 帶停電最大責任在哪裡? 電力監管機構將接受調查 加州的能源監管機構 向州長劉森發出長達6頁的信件 只是他們的責任導致從上星期開始的 全加州範圍內輪流停電 而今晚 加州公用市委員會、 能源委員會和電網運營商 加州獨立系統運營商等 總會回答今次停電危機的調查 調查由州長劉森要求進行 這些能源監管機構承諾會改善系統 承認之前沒有建立長期穩定的合約 過於依賴向外州購買能源 來滿足下季高電量的需求 但是當整個西岸受到歷史性高溫熱浪襲擊 從外州輸入電力就有困難 加州最大的電力公司太平洋每電PG&E指 CISO只是提前了10分鐘通知他們 就要對數千名用戶停電 CISO表示沒有辦法預估這種連鎖事件 但是承諾以後會加強溝通 不過加州能源監管機構現在建議州長 重新審視加州能源供應的標準 認為要加入考慮氣候變化導致的各種極短天氣 例如會有越來越多的高溫天氣 但是強調潔淨能源不是造成停電的原因 也不會放棄加州潔淨能源的目標 在明年還會增加3,300兆瓦的電力供應 天下維持記者 朗里拉波到